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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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一集说宋伦宗康定元年 也就是公元1040年 宋下两军在延州西北的山川口 进行了一场血战 几天几夜 结果宋军大败 主将被俘虏 金内被全剑 这个败报传到开封 引起了宋朝上上下下的一片震动 宋朝的军臣这才知道 原来李元浩的小子不是闹着晚点 他是来争点 于是才引起了北宋上下的警惕 从此才开始对西北边屋 加强防范 这样一来 有两位人物就开始进入人们的事业 一个叫韩琪 一个叫范仲淹 凡是对历史 对宋史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这两位后来是极其著名的了 那么我们先说韩琪 韩琪是向州的安阳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荷兰安阳人 年轻的时候就展示与众不同 后来元朝修宋史 给了韩琪这么一个描绘 怎么说的 说风骨秀义 一看上去这小果子就精神 若冠去进士 二十岁中来进士 名在第二 这是高地了 那么有记载说 就在韩琪中进士 结榜的手正在唱名 一唱到第二名韩琪 主管和天相对话的态使就上咒 说是刚刚看到 日下五色云 现什么意思 说太阳底下出现了五色响云 这就是一个大地急躁 宋朝人相信这些 就觉得这个韩琪 也就是上天的新秀下凡 进入到仕途以后 他在一个岗位 一个什么岗位 管理库厂的岗位 待了很长的时间 韩琪在这个岗位上 他不但兢兢业业 而且把工作做得很出色 可以割除不合理的制度 他坚持合理的制度 坚持什么制度呢 按照宋朝的制度 宦官到库厂来 提取皇室所需要的用品 他既需要皇帝的圣子 还需要有官部门的印章 印信 但是后来时间长了 印信不要了 只要圣子就可以 所以这样一来 齐满的现象 齐满的流避就越来越圣 漏洞百出 韩琪到了以后 立即坚持这个制度 要求所有的宦官 来库厂领取皇室用品 都必须要有圣子和印信 确于不可 同时他专门建立一个机构 念印 念字 于是割除了这种漏洞 所以韩琪给别人的印象 是一个胸怀大局的人 是一个富裕组建的人 是一个敢于割除极臂 同时又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他是这么一个人 后来韩琪在开封府做过官 在山司做过官 还又做了又施建 这是专门提意见的官 也就在这个位置上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伦宗 宰相由于将近百年成平 天下无事 也就无所作为 但是韩琪觉得这样下去 绝不是正道 应该是居然思危 你宰相怎么能够不求进取 宰相怎么能够不经常像太后 向皇上提出自己 整理国家 整顿利子的方案 没有不行 所以韩琪对当时在位的 两个宰相 佟宗书门下平昌寺 两个参至正式副宰相 进行猛烈的批评 结果导致这四位 一天同时罢官 在宋朝历史上 这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 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一个阎官 由于他上书 导致两个宰相 两个副宰相同一天霸降 韩琪的名声也大胜了 到了公元1040年 他得到了更为重要的岗位 被调到我们现在的陕西 当时也叫陕西 做什么呢 做陕西 精略安抚 富士 和他同时到陕西的 还有一位 这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是经过韩琪的推荐 也来到了陕西 说到这个范仲淹 大家都更熟悉了 他是苏州无限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江苏苏州人 27岁的时候 范仲淹考中了禁食 这个时候韩琪多大 韩琪还是一个八岁的小孩 范仲淹比韩琪大一十九岁 那么范仲淹中了禁食以后 长期在底线工作 所以对于民众的疾苦 对大宋政策的某些弊病 他看得非常清楚 凡是看到国家的事情 社会的事情 他认为是不合理的 他统统上述 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 所以北宋人认为 北宋的士大夫 他的风骨 他的风节 是从范仲淹开始的 我们先说一件事情 一件什么事情 关于伦宗在位的时候 听证的刘太后的事 关于刘太后和伦宗母子的故事 北宋早已经传开了 后来一字流传下来 到了清朝 进入了三峡五义 于是演变成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这当然是小说佳言 但是伦宗也确实不是 刘太后的儿子 而是一个姓李的 宫女的儿子 但是刘太后当时贵妃 她把她占为妻子 收养在自己的宫中 后来伦宗做了皇帝了 刘皇后做了太后了 所以临朝停滞 一直到她死 伦宗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 很痛心疾首的 她感谢这个太后 养育了她 教导了她 但是又愤恨这个太后 怎么能够把他们母子自行 把她割断 所以这样一来 刘太后一死 伦宗一亲政 各种意见就出来了 围绕这个刘太后的事 范仲淫干了三件事 干哪三件 第一 刘太后 临朝听志的时候 建在的时候 范仲淫抗诉 抗议皇帝 给刘太后不合理的尊重 因为皇帝在冬至日 想带着文武大臣 一起为他的母后 刘太后贺税 范仲淫认为不合古字 同时提出 皇上现在已经成年 太后应该退下去 应该侧廉 应该由皇上亲政 这是许多人都想说 但是不敢说的话 范仲淫不但敢说 而且公开提抗诉 这样一来 得罪了太后 结果贬值外放 那么对刘太后 做的第二件事 是刘太后临死之前 下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遗告 要求让 对他非常好的一个太妃 也可以说 是从小把人中 带大的一个带有保姆 式的太妃 封为太后 而且参决军国大使 范仲淫又觉得 更加莫名其妙 于是上诉 一个太后死了 又来一个太后 成何提到 是不是通告天下 说我们的皇上 如果没有太后 他就没办法理政 结果把自信心不足的论终 硬是逼着 开始清承 这是范仲淫做的第二件 第三件 太后死了以后 种种的传闻出来了 皇帝对太后也有 愤懑 结果很多人上诉 说要对刘太后进行清算 结果范仲淫再一次上诉 上诉什么 不是清算 是反对清算 所以范仲淫在诏书里头写道 太后受于先帝 调护陛下者十余年 以燕其小故 以权厚德 太后不管怎么说 抚育了皇上十多年 应该把对她的一些 个人恩怨 把她放下 看到她整体的贡献 伦终这才醒悟过来 于是下诏书 不得在意太后的事 从此稳定地观察 大家说这个算风险 当然算风险 我们现在看起来 是微不足道的事 但是在当时 是关系到国家理智的大事 当然范仲淫的风节 更表现在 对官场不合理的现象 和民众的疾苦 她所提的建议 就在伦终清政那段时间 天下大旱 黄灾同时出现 尤其是江淮 尤其是京东 更严重 所以范仲淫又上诉 要求派死臣 去整灾 去整民 结果连续打报告 没有反响 范仲淫这个人 也是很执着 他逮着一个机会 有接近皇上的机会 立即向皇帝悄悄地说了一句话 举了个例子 说工业 我们宫中 如果半天停火 宫与宦官 太后 皇后该怎么样 受不了 现在老百姓 很多没有犯子 难道能够听其认知吗 不可以的 结果皇帝应该说也不错 立即警醒 并且派范仲淫 安抚江淮一带 范仲淫去了以后 所到之处 力行节约 打击浪费 开昌济民 免遭复税 而且招来民众 窥到家乡服役 于是江淮安堵路故 他是干这种事的 不仅如此 当时的官场也有问题 宰相叫李玉俭 这个李玉俭 也可以说是一代名相 后来南宋的时候 列二十四大功臣 李玉俭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他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习惯用 自己用得怪人的人 习惯用 自己比较了解的人 和自己比较洁净的人 范仲淫认为这不行 所以像伦中皇帝 上了一个百官图 上个百官图干什么 告诉皇帝 哪个官位升哪个官位 这个叫做续签 哪个官位升到另外一个官位 叫做不刺 不刺什么意思 破格 哪个官位升哪个官位 这表示大功 哪个官位升到另外一个官位 表示这里都有失 所以他提醒皇帝 重要的岗位 特别是破格的提拔 你不能只让宰相负责 皇上要亲自过问 结果这样一来 大大的得罪了当时的宰相 也贬折出京 而且是非捧打 这个打击是很大调 开始贬到辽州 后来贬到越州 一直到1040年 情况发生转机 在韩奇的推荐下 范仲淹也来到了陕西 康定元年 尹边是吃紧 宋仁宗一封诏书 就将范仲淹传诏回京 并让他踏上了 前往陕西御边的道路 由京师一路西行 繁华的城镇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满目凄凉的战争创意 看着饱受战火摧残的边关 他再也压抑不住 汹涌而至的心绪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乐归无忌 枪管悠悠 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 争敷泪 苍凉开阔的诗境 和编幻未平的悲愤 让这首瑜伽傲 流传千古 也坚定了范仲淹 驱除葫芦 保家卫国的决心 那么 面对着大军压境的西夏铁骑 范仲淹究竟提出了怎样的主张 他和韩琪一样 做陕西 金略安抚赴使 那么正是谁 主观是谁 是一个叫做夏颂殿 这位夏颂啊 他是少年成名 所以四都中 比韩琪 比范仲淹 进步都要快 而且号称之兵 所以朝廷让他做 精略安抚使 但是这个夏颂 到了陕西以后 对李元昊 咄咄逼人的攻势 一点办法都没有 韩琪血腥方刚 主张攻 但是范仲淹 老曾恋达 主张守 那么范仲淹主张守 他有守的道理 而且道理非常充分 怎么充分 就不是 陈平睡酒 无 树将金兵 你如果要跨越边境 深入到西夏的内地 你就必须要有金兵 要有树将 但是多年没打仗 找不出来 拿不出来 你怎么去攻 而且范仲淹特别指出 守才是正道 那么该什么守 维京之计 以沿界边城 是持久可守 不时官内 是无需可成 若扣制 边城清野 不予大战 关中烧石 岂改深入 二三年间 体质困弱 是上策言 范仲淹的主张 在边境地区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不和西夏兵 发生太大的正面冲突 尖闭其言 关中加强战备 让他不敢深入 那么这样一来 以大宋的人力和国力 两三年内 可以把西夏 脱贫困 脱劳累 你还别说 他这个预见 后来是很准的 这是范仲淹的想法 韩琪 有韩琪的道理 我们现在看看 韩琪是怎么认为的 韩琪认为 他要战 要攻 为什么要攻 说陕西 囤二十万重兵 十手戒豪 忠夏之落 至古未有 我大宋 开国以来 没有像这样四落 成恐编章日须 四季日上 金费一几人 思老思归 贼 陈此 有吞陕右之行 陕右就是陕西 西部地区 他担心这个 但是 他这个理由 应该说 不很充分 你难道战 就一定能够 振奋军心吗 你难道说战 就一定能够 打胜仗吗 未必 而且韩琪的 这个结论 是建立在一个 不真实 或者说 是为了 让朝廷 同意他的功 而提供的 不准确的情报 什么情报 说贼号 倾国如寇 不过四五万 老弱妇女 举足而行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上一次 看到西夏旅元号 他拥兵数十万 而且每一次出战 几乎都是带兵十万 怎么变成倾国 才四五万 而且还老弱妇女 举足而行 但是宋朝朝廷 这个时候希望 有一次重大的胜利 来振奋上下的 这么一种民心 所以同意了 派兵出战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韩齐派出的大军 全线溃败 主将以下一万多人被杀 逃善的 受伤的 不计其数 那么韩齐 在路上 就被几千名 战死军人的家属 给堵住 不断地陈述 不断地好扩 他们陈述什么 有为儿子成熟的 有为丈夫成熟的 或者说 也有为小孩 为父亲成熟的 说 如 你们 当初 随着昭套 一起出征 经昭套回来了 而如死 你们死 如是魂 你们的灵魂 你们的魂魄 是不是能够和昭套一起回来 显然是回不来的 韩齐怎么办 面对着这么多死亡将士的家属 只能够湮灭而起 虽然范仲淹 一直关注这种战争 虽然失败 早已经在他的意料之中 但是听说 失败得这么惨重 也非常难过 公元1041年的豪水川之战 宋军大败 战死者达上万人之多 次年爆发的定川寨之战 宋军再次被围 十余名将军战死 近万名将士 全军覆没 再加上三川口之战的失利 短短三年间 李元昊所率领的西夏铁骑 迅速成为了宋军的梦魇 战争的伤痛 更如一层又一层的黑云 笼罩在边境百姓的心间 这接连的战败 迫使大宋的统治集团 开始进行反思 那么宋朝军臣都总结出了 哪些战败经验 大宋朝廷又将如何调整战略部署呢 这场大战 实际上也有好处 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唤醒了宋朝上上下下 不要由原来的卫战 然后倒向苏胜 苏胜是不可能的 于是宋朝派出了一个官员 叫王瑶城 来到边境进行认真地考察 可以说那位王瑶城 代表着宋朝的朝廷 对于西夏和宋 在西边的这种战争态势 他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 并且告诉宋朝的朝廷 分三点来告诉 第一 从我方来说 虽然像杭齐说的那样 吞兵二十万 但是真正有战斗力的 充其量十万 而且这十万还分成四路 每一路两万多 还分成许多个存在 因此宋朝每一次战争 看上去总的兵力多 但是在具体的战场上 都是和数倍一起的 西夏兵战斗 这是我方 是这个状态 然后敌方 敌方王瑶城 分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说西夏进兵 进役而退兰役 这才是个很好玩的事 说他进来的时候很容易 为什么 他来是抢财产的 所以各自为战 凶龙异常 但是一旦他想到那些财产以后 他退出去的时候 那么就很拖累 能发马困 兵无斗志 将不练战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偷袭他 如果袭击他 是最好的 最后王瑶城分析 无论是山川口的 这个大败 还是浩水川的大败 原因在哪里呢 贼 先居圣地 李元昊都是有备而来 进攻他反客为主 他也占据有利位置 你进攻 他撤退 也撤到有利的位置 然后幼稚我师 将帅不能拒险击归 而多背道趋利 兵方皮顿 来与身枪合战 什么叫做身枪 和党项的 胜利军来决战 贼死众铁骑冲过去 骑兵先冲 既不足 顽强注射 强攻强辱 全部发射 风不可当 碎智 掩妇 每一次败仗 大概都是这个原因 这个王耀晨的说话 是很有分量的 什么原因 他是朝廷派来 考察的使者 他这个分量 比韩琪 比范仲淹的汇报 更有分量 因为范仲淹 韩琪虽然是朝廷派来的 但是成为封疆的以后 他毕竟 代表着当地的立场 这个报告上去 朝廷开始重视 范仲淹的主张了 于是痛定思痛 开始重新调整方略 调整什么方略 守 世界上韩琪也痛定思痛 分析为什么 在郝水川 自己派去的军队 归打败仗 说原边部署 欠下下子飞使臣 每当遇敌的时候 皆临时分领兵马 而不均训练福袭 将为之士之勇气 而士为之将之威慧 以示数字伴有 这是韩琪 他分析的 失败的道理 但是它涉及到宋朝的 一个基本的制度 就是兵将分离 将不支兵 兵不支将 这个好处 是避免了像 唐某五代那样 将领的拥兵自重 避免了翻针的格局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大大的削弱了 军队的战斗力 特别是碰到辽兵 碰到西夏兵 这种彪悍的部队的时候 宋军为什么老实败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国史通监里头 经常跟大家 成熟一个观点 在冷兵器时代 将领要取得战争的胜利 身边士兵 作战的勇敢 是第一位的 叫做两军相遇 勇者胜 但是你兵不知将 将不知兵 他兵凭什么为你将卖民 他不卖民 当然 虽然这个根本制度改变不了 但边疆地区的官员 他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局部范围内 改变一些状态的 比如范仲淹 他就在 他所管辖的 主要是沿州这一块地区 进行军事上的整奔 进行防御上的修建 同时安定民心 还把逃亡到西夏地区 对汉民招来回来 还把曾经依附于西夏的 一些仓州部落 也招揽到大宋的边境地区 当然 韩奇放下了攻的念头 也一起守的时候 也把他的防线 守得固落尽党 那么 党相知道这些情况 开始觉得宋 一个战略上有所改变 一个觉得范仲淹和韩奇 那是不好对付的 当时的范仲淹 是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 来做陕西的经略 颁服赴使 所以当地人 包括当地的汉民 包括当地的少数民族 还有西夏的枪竹 都称呼他 称呼为龙图老子 那么宋朝的军队 也有文艺人才 有文化兵 他们编撰一些口号 到处传唱 然后鼓舞自己的士气 怎么鼓舞 说是军中有一寒 西贼文之心鼓寒 军中有一犯 西贼文之惊破胆 面对宋军 兼蔽清野的防御态势 李元昊 有些坐立不安了 对于江域辽阔 经济繁荣的大宋而言 与西夏的战争消耗 不过是庞大帝国经济的 九牛一毛 充足的军粮影响 从富庶的江南大地 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而对于偏居西北的西夏而言 战争所带来的消耗 却是难以承受的 几次大战之后 西夏财力匮乏 怨声四起 锐气渐消 如果继续与宋军僵持下去 等待李元昊的 很可能是弹尽粮绝 国魄家王 如此严峻的现实 使得速来号战的李元昊 也不得不冷静下来 考虑与大宋和谈 那么这次宋夏和谈 都达成了哪些协议 这又为后世带来了 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那么李元昊怎么办 不能不说是一号人物 当宋军主守的时候 对他的活动空间 进行了大大的压制 那他怎么办 改变策略 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怎么争取 说到这里 我们就要说一下 当时宋 辽和夏 当时三个民族政权 他们的一种态势 那个时候 国力最富的 人口最多的 当然是宋 但是国土面积 最为辽阔的 那是辽 国土面积小 人口相对少 但是 由于他是后起 战斗力特别强的是西夏 所以在这个态势中 辽要发动战争 往往向南边的宋 西北 下发动战争 是向东南的宋 大家说 这不是欺负宋吗 当然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宋 人口多 生产发展 经济富裕 但是 军队战斗力弱 所以古今中外的战争 所有的侵略者 打击的 往往是挑了一个战斗力弱 他有富裕的地方 要不然他打仗干什么 但是聊这个过程中 三角过程中 本来他和宋 是有残缘之盟的 但是在宋和西夏的 这个战争中 表面上保持中立 暗中帮助西夏 大家说这不胡闹吗 不胡闹 很合理 什么原因 都是为了自己的理 宋本来就富了 如果他打败西夏 他就强了 所以聊在这个过程中 公开的 暗地的 支持西夏 不但如此 而且陈座 宋军连连失败 聊派出了死者 派死者干什么 重新提出 关南实现 说那个淫州 说墨州 本来就是我们的 被周世中财龙 弄走了 现在我们又收回 宋怎么办 没办法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 同意了再一次 增加给聊的银子和捐 增加多少 各十万 原来是三十万匹两 十万两银子 二十万匹捐一年 现在每一年增加十万两银子 十万匹捐 所以叫五十万匹两 由于这个事情 发生在 聊心中的重新年间 所以这个事件 被称为重新增壁 宋朝又一次 在经济上受到损失 换取聊的和解 但是这二十万匹两 作为主义 也是有用的 有什么用 当然宋朝要提条件 条件是什么 要求聊向夏施加压力 不再再打了 要议和了 聊也有自己的考虑 如果西夏继续强下去 那么对自己也是个危险 所以聊这个时候 一方面 接纳送 每一年增加的 二十万匹两银子和捐 另外 要求西夏不要再打了 要和平共处 不断地对李元浩 实行压力 李元浩在聊的压力之下 加上送 采取守 他也弄不到太多的便宜 所以在清历四年 终于派来了使臣 上表称臣 但是作为注意 凡是上表称臣也好 凡是派使者 来要求隔浪土地也好 最终的目的 还是两个字 财富 那么夏提出了多少 夏提出 十三万匹捐 五万两银子 两万斤茶叶 加在一起是二十万 二十万匹两斤 大家说怎么也是个二十万 当然我没有查到材料 是不是聊和夏 共同商讨的数字 我征币二十万 任你二十万 宋对这个条件 大喜过望 早就像这么一天了 过去有残权之盟 刚刚结束 重新征币 于是和夏 也签订了一个合约 历史上也把它叫做 庆立合议 完全答应 夏的要求 宋又一直通过财富 扩取了边境上的 暂时的案例 这是宋 这种残缘之盟以后 记载在历史上的 第三次协议 第二次是重新征币 那么这一件事 发展在公元1044年 宋伦忠庆历四年 但是这两个盟约 我们可以说 几乎把残缘之盟 所含有的那些积极的因素 摧毁殆尽 二位北宋灭亡的 那个靖康之难 他埋下了扶皮 我们为什么 把它说得这么严重 下一集再说 谢谢